李某某等人涉嫌轮件案一直都是备受关注 而李嘉一直由律师来代理发声 不过这几天李某某的母亲孟女事实终于打破了沉默 她是两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我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 我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她做的这件事情本身一定是有原因的 接连两次接受媒体采访 回应有关案件的各种话题 孟女事这次却从含泪道歉 变成坚称无辜 而据报道采访过程中 孟女事还曝光了这些日子与儿子李某某的书信 妈妈 我现在知道18岁前为什么需要监护人 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全 我们分不清善恶 分不清准确的是非 在我的这件事情上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错了 对于这封信的真伪 记者并没有得到李某某律师方的证实 但是从李某某的这封书信来看 她虽然认错 但在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自己的具体错误 只是提到了聚会 提到了不该亲信别人 在昨天的采访中 孟女事多次说到儿子喝酒 是受到酒吧老板的邀请 其实从酒吧出来大家都先走了 我孩子先自己开车就走掉了 而且是这样 一直在酒吧里陪着杨女事去换衣服的同时 多次打电话给孩子们 说你们等着 我下班了 一块跟着你们去吃夜宵 这几个电话一直在他们在门口等 所以要不然孩子们早就走了 说了你再不说我们走了 而对于儿子喝酒这件事情 作为母亲的她也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 因为她平常在我面前是不喝酒的 我也从来没看见她喝醉过的样子 关于儿子打人的事情 孟女事也回应了之前关于她在庭上激烈反应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不属实的说法 因为公诉人在陈述当中也没有练到魏某某 在她的预诊当中的话 说魏某某说我儿子在车上打人的事情 当公诉人练的时候都没有练到这个 所以当场魏某说这句话我表示质疑 无论孟女事如何坚称儿子无辜 最后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而北京海淀法院也将在近期公布一审判决的结果 不管是外面的舆论多么跨大她的负面的 一些说法 但对我来讲 我的儿子本质是一个忠厚善良 弱情爱劳动爱学习的孩子 孟女事呢是不断地在提出 李某某案的一些新的证据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新证据是否会被采纳 都将由法院来认定 而且毕竟法律是神圣和公正的 目前呢该案已经一审结束 将会择日宣判 本栏目也会持续关注